大家好,我是凡人 前几天凡人写了一篇渣男团 被网友狂喷 说霍尊不是渣男 凡人看了留言之后 深巴了一下霍尊事件的缘由 争取还原一个最真实的事实 凡人吃了那么多娱乐圈里 少子吹一人的瓜 沉露霍尊事件大概算是最复杂的 现在已经呈现出了一种 全员恶人的趋势 别看算不上什么顶流迷心 但爆出的瓜可是一个一个连成田 量大又饱熟 可以参评娱乐圈年度最优瓜的水平 在沉露的口中 霍尊是一个急出轨 约炮 吃软饭 极端男权 目中无人 背后说别人坏话的超级渣男 而沉露自己则是被渣男毁掉一切 骗走九年青春的可怜女孩 霍尊因此节目取消 作品下架 退圈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她的演艺事业 始于卷珠帘 终于卷铺盖 但随着霍尊这座明面上的高塔的坍塌 大家发现 沉露的那些指控 似乎站不住脚 不夸张地说 沉露甚至为了煽动舆论 编造了一些证据 我们一点点来看 首先 沉露提到在两人相处中 霍尊是一个吃软饭的男人 2012年 两人刚认识的时候 霍尊很穷 身上连一千块钱都拿不出来 但是霍尊是上海大学悉尼工商学院毕业的 这学校一学年的学费就高达7.8万 可能有人说学费是家里掏的 可能霍尊自己真的没什么钱 但是霍尊在2012年 已经是深动亚洲三强 曾担任孙楠演唱会嘉宾 还参加过东方卫视跨年晚会 这些节目的出场费都很高 怎么会穷到一千块都拿不出来 之后的剧情 是陈璐说 为了让霍尊有更好的发展 他辞去了前途无量的舞蹈演员工作 但很快有网友发现 上海各舞团2016到2017年 发的一闲名单里还有陈璐的名字 就算说陈璐是为了突出自己 为了霍尊辞去工作 而篡改了辞职时间 也很难说得过去 在陈璐的小作文里 他不断强调霍尊一穷二白 靠他阶级过活 他还提到自己把所有钱都花在霍尊身上了 以至于自己只能穿淘宝一两百的衣服 但网友们通过他的小红书账号 却发现他有很多的奢侈品 上外的香奈尔中古包 巴黎世家机车包 迪奥马鞍包 陈璐哪里有一点苦情侣的样子 这些钱到底是哪来的呢 在霍尊的后来回应里 他晒出了很多给陈璐打钱的记录 大多都是给陈璐去买买买的 反观陈璐这边 从头到尾都没有拿出任何给霍尊的转账记录 所有的证据都来自于口述 陈璐说自己恋爱几年 给霍尊花了至少两三百万 所以后来霍尊要给自己签 就要了九百万 陈璐倒计时逼着霍尊转账 当天霍尊就转了二十万给陈璐 签了一份九百万的协议 第二天又打了二十万 最后总共转了五十八万 霍尊攻关也很厉害 将几笔钱一亮相 加上陈璐要钱时的强势 局面扭转 陈璐变成了捞女 霍尊变成傻白甜的钱袋子 霍尊这一招文准狠 掐住了陈璐的七寸 因为陈璐确实要了他的钱 最后陈璐暗示霍尊出轨 那么霍尊到底有没有出轨呢 霍尊与陈璐分手的时间 是2020年九月 而陈璐捶霍尊出轨 是什么时候呢 陈璐口中 霍尊和别人穿起绿鞋 其实是在2021年四月 把霍尊捶死的聊天记录中 霍尊提到 小琵琶金和古真金的日期 则是2020年12月24日 且不论霍尊这个人的品性如何 分手之后跑去捶人家出轨 陈璐这是什么操作 不仅如此 还有人发现 陈璐自己好像也不太干净 自己和其他的男人搂搂抱抱 他说自己被霍尊朋友陷害和男生合照 第二次回应 陷害又变成了自导自演 是为了让霍尊吃醋 陈女士 你看看这说得通吗 还有网友爆料 三月陈璐生日的时候 自己公开说那位男士是自己的新男友 别问问就是好弟弟 到这步 很多本来支持陈璐的或者吃瓜的人 惊觉自己被他骗了 被他利用了 于是舆论开始大规模反水 但凡人个人理解 从时间线上来看 陈璐应该是因爱深恨 宗旨还是报复 当初 他是一心一意要跟霍尊结婚的 霍尊为他写歌 带他见朋友 见家长 带他看传接 朋友圈里也都是他 除了没有公开关心 两人恋爱长跑七八年 基本已经半只脚踏入婚姻 但后来抵不过感情的淡去 陈璐刻意迎合霍尊 却是热脸添冷屁股 2020年9月 霍尊生日会后 两人不欢而散 陈璐主动发长文 提出分手 好去好散 故事本该到此结束 结果2021年5月 霍尊朋友把群聊记录给到陈璐 陈璐才发现自己的爱情喂了狗 霍尊在群里吹自己私人影院 一碗三枪 要吃海狗玩 其他的各种随时带掏 就不再多说了 总之 颠覆陈璐对她的认知 霍尊还在群里 完全否认了两人的感情 对露露没有过热恋 陈璐计划着跟她共度余生 她却计划着和陈璐分手 陈璐以为两人从前是相爱的 只是霍尊没玩够 没想到 霍尊连热恋都没有过 深爱变得一文不值 如果理智的女人 心碎之后 可能会把霍尊大骂一顿 再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 但陈璐因爱深恨 从前上面来折磨霍尊 包括后来霍尊带新女友出去 被陈璐知道 疯了一样对霍尊破口大骂 继而到微博上曝光 资格鱼死网破 这距离他们分手已经一年了 依旧激动成这样 可想而知是有多恨霍尊 不过 因爱深恨是一回事 要钱是另一回事 上一个类似这样做的 证据还不如这个明显的陈璐灵 已经被吴秀波送进监狱去了 女孩真的别学陈璐 因为这真的很危险 打败了陈璐 霍尊那边下一个左手的 就是当初背叛她的兄弟 是谁把取料记录曝光的呢 是笛子精图画兵 据说两人之前关系非常好 霍尊所有歌曲 只要有笛子演奏部分都会找图 给图介绍机会 还送笛子给图 包括那个海狗丸 也是图画兵介绍的 群里很多人都买了 霍尊很委屈 是你推荐的 大家都买了 怎么就我被一棒子打死 而且霍尊方说 群聊里有些截图是拼接的 但他找图画兵出面解释 图消失了 图画兵的出发点是什么 是出于看不惯霍尊的言行 还是出于个人恩怨 你说他是仗义相助吧 看起来是像 但图画兵和老婆 是又像是龙夫与蛇 是告密小人 霍尊这边再扳回议程 但有一说一 狄子精之类是假的 但其他糟糕透顶的言论 霍尊早就承认过 所以似得有亏 这点没什么好再争辩的 总之被卷入的几个人 因为互相有牵连 事情显得没那么简单 已经各执一词 沈陆认为自己大爆渣男 图画兵与老婆是路见不平 拔刀相助 而霍尊认为自己傻白甜 被兄弟出卖陷害 被前女友威胁 怎么说呢 多有撒谎和美化 甚至误导网友 全员恶人之感 最后凡人想聊一下 沈陆的闺蜜 可以看到的是 到现在为止 这场鸡飞狗跳的家务纠纷里 没有一个人是赢家 然而却有一个人赢了 那就是沈陆的闺蜜王蒙 从开始带头 捶货宗威胁 在替朋友出头的同时 她不忘到处表明自己的身份 结果也有了一群追她夸的迷妹 是的 即便最后被追究敲诈的刑事责任 也是沈陆的责任 而这位闺蜜可以继续用着 替闺蜜发声的人设圈粉做网红 说实话 心情挺复杂 以前看嫂子思艺人 总有拍手叫好之感 现在的瓜水越来越深 深处瓜中的每一个角色 都并不像我们一开始认为的那么简单 各有私心且看不透 反而想说 人中归要为自己的言行付出代价 你们觉得呢 希望霍尊经过这次阴谋后 能在爱情和友情上插亮眼睛 继续在幕后为华语音乐添砖加瓦 欢迎在下方留言并转发